大家好 焦點視頻 楊宗愚風水講堂的時間 這是我們全新的節目 在營光幕見到我們的楊宗愚師傅 你好 Mac 你好 Hello 在我們全新的玄學節目見到師傅 其實我找師傅是很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他很忙 我之前約這個錄影的時間 我們都約了好幾次 特別我想先請教師傅 在我認識你的時候 我是上網查到你的資料 而寫著就是山川風水玄學 其實山川風水玄學這個名字是怎樣得理的師傅 你說起這個就有一段故事了 要不要介意給我一點時間說 請說 你看到這個電腦上是否有一個山川兩個字 是的 其實這張照片是我 是你來的嗎 是的 那是很小時候 是很小時候 那時候我想都是七歲左右 是 說緣分 其實跟現在說的山川風水玄學沒有關係 那時候的山川其實是我舅父的一個行山的旅行團 當然我姓楊 我們有一個風水祖師叫楊君松 當然大家有沒有關係 我真的不知道 我爸爸那邊也留了一些風水書給我們的 但是我估計我爸爸是不懂的 因為這樣下去沒有說過 直至我怎樣呢 就出來做生意 你知道 出外靠朋友 開門生意 也需要一些助力 找一些師傅 自己又學一下風水 看看做什麼 當然要靠勤力去做 當中我們認識的一位師傅 開了一班 叫山川風水玄學 這麼巧 又撞回山川這個名字 當時 搞了一些同學會 用山川的名字 另外我出來行道 所謂行道 就把我所謂的興趣 變成了一個事業 我都用回山川這個名字 就是很有緣分 從小時候我已經不用走 現在 OK